接下来 被盖的现象的时候 要努力 谁选了 人生难得以知己 朋友最真 友情最可贵 兄弟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等这个电话等了五年 你拿我当朋友 我就拿你当姐妹 以后 你跟我朋友 我交给你了 你汪汪我 没关系 你不要汪汪我的朋友 我没有朋友 只有你们两个是我朋友 没还我怎么还 你别哑我你 我哑你啊 今晚 王牌对王牌 携手真正的朋友 欢迎王牌家族 哇 一群老顽童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真正的朋友 所以这期我们的王牌对王牌 就请来了王牌家族 你们每个人的好朋友 像来就是一个惊喜 到底是哪几位 我们的好朋友呢 来欢迎他们 好朋友 王牌家族 请来各自好友 吴磊 张欣逸 大张伟 杨迪 他们为谁而来 等一会儿 我的好朋友是单独出来吗 你的好朋友是我 哪样 大家好 我是沈腾哥的好朋友 多年好友 真的我后来翻了一下我跟沈腾哥的聊天记录 18年19年 我们都联系了 他每一年都给我送了一次游戏的金币 能证明我们是好友吗 因为写了好友给你送金币了 好朋友 谢谢好友 年年都给我送金币 谢谢真是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磊 我今天是 今天是 只有今天是 昨天不是 昨天不是好朋友 昨天可能就不太清楚了 假的 今天是 是作为小童的好朋友的身份来的 小童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二姐 我今天是花花的好姐姐 今天朋友 二姐和花花认识了 三年 咱们做节目那回 对 你看都是因为活在一块的 对吧 所有的友谊都建立在通告上 大老师今天谁的好朋友 当然是假仙女的好朋友了 我们已经奋战过一些好多年 对 贾琳的好朋友 我每回来看见微博这个手 八宝洲这个姿势都特别开心 也特别像八宝洲拿勺对不对 没点 没点 你接着说你的 对不起 万一没有人懂得你的幽默 可怎么办 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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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当中关系都很好 但是今天我要跟王牌家族的思维说一下 今天你们来的这几个好朋友 每人都带来了你们的一个秘密 真假的 难道说 有意的小船遭遇风浪 最佳损友 竟私下爆料王牌家族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秘密只有他爸爸知道 他本人最不想面对的一个视频 他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女孩 其实小童就以前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目标就是要守护住自己的那个秘密 然后呢 彼此之间就是一对一 组成组合来进行今天整场的这个BPA 好嘞 今天这一期呢和以往不同 我们不再分王牌家族和嘉宾队来分情对抗了 而是两两朋友搭档进行CP战 我们是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我们的口号是尊师正道心火相传 我心壮地球 心花怒放我最牛 大甲组合 大甲光临 来了快快快 来了牛仔 快忙 两个人好 关系好好 怎么会这样 几个机位 那儿啊 预备走 腾 腾 腾心腿 念了那么久 一二三 腾敌队 腾敌队 相亲相爱 互相怼 好 四支队伍啊 听一下指令 我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美观的比拼了 只有一个目标 各自为战一定要赢 赢了才可以守护住自己的秘密 好的各位 拍得更远是实力 六十倍变焦黑科技 微博王牌时刻本关的主题是 心有灵犀 游戏规则 两队根据大屏所给的文字或者是图片 通过肢体表演出来 摔心杂队的一组搭档得分 开拍了 开拍了 进入环节之前两人隔着三米远 不是 这个环节是我的 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演 不是 你看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一对一对都在聊天 就他们俩就狠的 我都出来挑一个多月了 你们两个特别想要好招 合一米 我看他俩好像都是这么说话 你看离着他不远 聊点啥 好难找 好难找过头话题 来 加油 好有默契 你见过朋友这样吗 两个是在拍上 准备好了 第一组腾笛组合来比换 其他三组来猜 在游戏过程当中 我们也请王牌女郎沸沸 用Vivo X30系列5G手机 来记录整个游戏的精彩瞬间 来三二一请出题 哇塞 这个我来前面那个 六个字 猫和老鼠 来吧 Jerry 不是 六个字 是不是 大脸猫 大脸猫 大脸猫和老鼠 大脸猫 蓝皮属大脸猫 完整先说出答案的是花花 他们嫌漏了是吧 大老师在那儿 大脸猫 大脸猫的 我是个贴吧好吗 对不起啊 蓝皮属 没听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 会有好多我们没有看过 根本猜不猜的 下一题 好 来 发大招 发招 四个字 项羽鱼鸡 没有 你们看他 主要看他 后一生日 为什么后一是连发的 这个是普攻 来个大招 后一是谁 嫦娥奔运 后一嫦娥 贾琳正确 后一和嫦娥 他不一定是典故的 三年是吧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好 下一题来了 我我演后面的 你演前面的 四个字 后面那个我会 前面那么难 这是干嘛 谁要侠侣 不是 前面那个是 金毛狮王 铁扇公主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这啥这是 这什么 女故貂蝉 正确 女故貂蝉 什么东西 我 历史老师 我 贾琳太多一样 好新的一题来了 哇 哇 这个 你这干嘛 星星来了 星星来了 金刚 五个字啊 两个人 女女野兽 看这是谁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金刚和谁 金刚与美女 金刚和一个很刁的女人 刁的女人 刁肯定是很刁了 很刁 也很刁 也很刁 二 二 不仅刁画二 二刁 金刚和 是那个解 二解 华山羽和我 不对 第一个字 大 月亮 来 第二个字 唐 大唐 大唐经理 袁洪诚希 大唐经理 不是 没有大唐经理 我一直在演你 你给我走 我看 我怎么是这样子 二姐你看 你现在胖的 都完全可以 当常驻嘉宾 骂谁呢你 你说谁呢 别假装打我 谁头头都崩盖了 你好意思说我 回去的时候倒着回去 倒着回去 不好意思和山菜 我开到题了 过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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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看给腾哥累的 特别腾哥耳了 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 后面那个是 打星星 刘德华跟 跟跟前方 抓住 刘德华 甲霖 甲霖和我吗 我们俩重时 你 为什么不标注人物关系 夏琳 你看完刘德华跟你之后 你都忘了她的 她怎么模仿你了对吧 这是个什么 怎么回事 没了没了没了 我演不动了 成功了 表演得很好 咱们这节目录得早试试的 这不是好朋友 能演出这样 能配合这么默契 镜头停了吗 停了 答题的三组 刚才表现最好的是 大老师和贾灵 主要是贾老师 贾老师很厉害 好厉害 换一下 小童和吴磊到你们比会儿了 小童和吴磊 师姐师弟组合 考表演 那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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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学院组合考表演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没底吗 出大问题 好 小章开始 啊 啊 怎么就坐上了呢 求千尺 哈哈哈哈 枣胡丁 真的是枣胡丁 求千人 求千尺 哈哈哈哈 哈哈 草木取火 齐心大法 齐心公主 他俩特别爱喝 女孩特别喜欢喝 奶茶奶茶 珍珠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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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迪正确 杨迪快乐一丢丢 好好算你 五个字 来吧 哼 争气了 傲娇女 第一个字对了 帅哥傲娇 傲慢语偏见 二姐正确 嘿嘿 让他们演会儿 哈哈哈哈 这样这样你们再演会儿 我看你们怎么演偏见的 来了 哈哈哈哈 偏见啊 偏见就这样 哎 就是对有人好对有人不好 对对对对 偏见不应该这么演 对你应该拿 偏见不这么演不就完了吗 对啊偏见 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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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偏了 哈哈 有请黄牌女郎菲菲 用vivo x30系列5G手机 给你们来留下游戏中的精彩画面 这是这怎么演啊 呦 呃 不是很好猜 没事 考验他们的时候 没事杨迪都知道答案 他背好了 哈哈 少来吧 他是一个剧里面的一对角色 然后这那个剧是样子 特别经典 用手 滑板 鼓行孙 仙剑奇夏状 对对对对对对 第一步 李逍遥 李逍遥赵灵二 杨迪正确 哎 我不知道赵灵二 花花就活活被赵灵二给憋住了 这一次我确实剪了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不是人名了 四个字 二 混豆罗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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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蟹顶 吐吐吐吐吐吐 鸳燕火锅 对 哎呀 你干谁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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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太厉害了这个 那应该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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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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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 松鼠鱼 松鼠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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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人间的村风 小童 你犯的是同样的错误 这就是泥鳅 这才是鱼 那这是什么 不要跟我们童哥交界 他有偏见 接下来是 原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 七个字 第一个字 对 第二个字 痴心 痴心梦想 痴心绝对 痴心少女 女字对 但不是在第四个字 我们演一下 我现在演 花心 花痴雨帅哥 好像演的不对 你也前面四个 我演后面那三个 痴心粉丝去接机 不不不不 不对不对 完了 表演 表演的分可能这个心没有了 前四个字 痴心已经对了 对 第三个字 女也对了 痴心女孩 第四个字不对 女子 女子对 痴心女子 傅心男 傅心狼 差不多 最后一个字不对 傅心汉 傅心汉 对 对 我先说的 疼哥 为什么你对傅心汉这么了解 讨厌 这一轮打队最多的是 疼哥和杨迪这组 你看看 够了 没有 主要是 他不是谁大学同学吗 你快点给我镜头澄清一下 所有看王牌的观众 好好好 不是 注意表情 注意表情 这个重新好 你给观众说一下 我从来没偷过题 杨迪从来没有偷过题 好了 不要 你不是我的朋友 接下来混合演 腾哥和贾琳来比划 关系一般也比划 关系一般也比划 大老师猜题真的像加特林一样 你看 永远加特林在扫射的时候 其实打不中那目标 把周围的建筑都给毁掉了 完之后那目标还在跑 好 挑战开始 这个很好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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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那个 那个 那个球牵齿吗 他的 你想跟你说话 他的武器是怎么 球牵齿 球牵 球牵齿 球牵齿 我呀 那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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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不植物大战僵尸 哈哈哈哈哈哈 植物大战僵尸 哈哈哈哈 球牵齿不正坐在那吗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你你在哪我在哪 不用不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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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几个字啊五个字啊 几个字啊 来吧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 西西星大法 嘛 火星撞地球 奔跑吧兄弟 再来 呀 哈开车呢 怕是车 啊 啊 舒克和贝塔 速度与激情 速度与激情 为什么是速度与激情 为什么 前面是速度后面是激情 杨迪你真的被透过题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真的真的透过题了 我没透过题 一个人知识储备多都会被说 我就不用演了吧 你演后面就行了 蓝蹄蹄 海 这是谁 旺福石 你这演的有点单 我这还单吗 老任余海 正确 你还说我演的单 对不起 你还说 我提呢 我提 谁偷了 我提呢 是不是你偷了我提 我说我偷 四个字 你躺着 我躺着 白马王子 太太尼克 白雪公主 那个蛇 老人 能复与蛇 无垒最快 无垒最快 中风 二提脸 流氓 倒名四 这倒名哪儿四了这个 你是演 什么 霸道总裁 爱上我 咋夸出来的 我们俩演得这么差 这都能猜出来 你刚刚那个太不霸道总裁了 这还不霸道总裁 你那是霸道总裁 我以为他中风了 我以为他中风了 图片皮了 怎么了 我俩都是很难 小 小偷 小丑 这就不用了 刚才那样就行 那样还看不出来 刚刚前面那个像 这一轮打对最多的是 小偷和乌磊 厉厉厉厉厉 不怪你们 不怪你们 提没备手 你们 接下来最后一组比划的是 杨迪和乌磊一起来比划 来来来 我们俩人 我们俩人金币都没有发过 来啦开始了 八个字 你你演那个 我演这个 手风琴 神雕侠侣 唐王戴禅皇就戴后 不是他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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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被抹就那个 八个字 还有一个 鲜鹤 预棒 预棒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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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二姐说的对 我 我说的是预棒 我也说预棒 你不就是接班了吗 来下一题 五个字 千球 你们炸碉堡 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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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小精灵 宠物精灵 宠物精灵 花花最快 宠物小精灵 费这么大劲 你看花花做的 对就在那儿说 宠物小精灵 关键是大老师越着急 越 新的一题 新的一题 七个字 七个字 摩大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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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大利沙的微笑 对不起大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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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120大会儿 待会儿过来接我好吗 我真的快受不了 120大会儿过来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没有怎么说这种东西 八个字 你也那个人好吧 舔面无私 行为艺术 oooo 喂 哎脾气这个不好 我的野蛮女友 八个字 点点我点我打屁股 哈哈哈哈 第一个字是 是我们是 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对 方华正确 好有文化 我们这些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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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字 京剧 是个女孩 霸王 霸王别姬 英雄难过 美人观 正确 对 杨迪这么烂的表演 你都猜出来了 你把纸条给我给我 我能够拿出来 我今天是怎么看出来的 英雄难过 美人观 因为他美人 美人 但我前面一直猜的是什么 霸王 魔王什么 但我猜的是美人 英雄难过 美人观 厉害的 最后一题 八个字 牛魔王 鹏美冷队 坚夫举 坚夫举 不是 拨大个 霸不尖 猪大剑 孙悟空 顺风尔语 天灵眼 烂七八糟 你演的是烂七对不对 不是 不是 涛哥 借用一下 我演哪个 蹲地场 我跟你讲 二郎神 少天犬 你啥 哈哈哈哈 北京电视制片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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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气不错 你什么呀 你们演的是啥样的是啊 哎呀 你想一下 我是一个独家虎威 老虎魔鬼 魔鬼 你觉得第一个叫真啊 啊 通通是魔鬼 八个字 两个邀请 我 你也艳雨 我刚一起闹锅一张 对 哎呀我的天啊 是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 这轮军过最后统计 答对题数最多的是花花盒而进 获胜的队伍可以选择一张特权牌 请黄牌先生李东霖 为我们送上本轮的特权牌 这个特权牌呢 在最后验证的环节 非常非常有用 斗转星移 听说啊今天营业朋友的沈腾和杨迪呢 带上他们共同的好友贾铃 将合力为大家带来一段意想不到的 上次了 开快一点 再快一点 刘德华 王全盛 你要带我去哪里 开心吗 开心 王全盛 有歌吗 有歌吗 有歌 有歌你还说话 嗯 现在有歌吗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总是会不信任的 随着那首歌的旋律 在心里想起了你 想着我们的未来 想着我们的未来 在心里想起了你 想着我们的未来 在心里想起了你 想着我们的未来 平静点空冰测 缤纷色彩 上身毫不疼爱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 可以慢慢晃进我的心怀 如果 你真的回到了原本的时空 我就去有你的未来找到你 飘飘落落 只为寂寞 你给的爱 甜美的伤害 想问问你的心中 不愿面对的不同 明天之后 不知道天前的你 是否依然爱我 王雨萱 我喜欢你 你最要记得 今天的日子 因为是第一天 在一起的第一天 王雨萱 看完了他们三个人的表演之后 我也想暂时把我的眼睛给闭起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新一轮的精彩比拼了 拍得更远是实力 六十倍变焦黑科技 Vivo王牌时刻 下一环节 相辅相成 拍得更远是实力 六十倍变焦黑科技 Vivo王牌时刻 相辅相成 正所谓单思不成线 独目不成林 顺便总得有 那么一两个好朋友 成为自己的帮手 这个环节 就考验你们这一点了 完了 我觉得悬了 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环节的具体规则 游戏规则 两人一组 自主进行抢答 获得抢答机会之后 在五秒钟之内 同组的两个人 一个人回答歌曲名 一个人回答影视剧名 答对即可得分 其他三组接受惩罚 良心游戏不要商量 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用 Vivo X30系列5G手机 来记录各位的精彩瞬间 放前奏的时候 大家要说出的是 它是什么歌 和它来自于 哪部影视剧作品 说歌厉害 说剧厉害 都不厉害 都不厉害 我完了我 来 听前奏 啥 花花 一生所爱 二姐 二姐无助地看下了我 三 二姐 什么电影剧 五星石 大话西游 对 大话西游 对 不对 继续 错了 五蕾 一生所爱 大话西游之月光饱和 不对 继续 花花 大话西游之 西游降魔 不算很正确 不算很正确 杨迪 西游降魔篇 什么歌 特哥 大话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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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蕾 西游降魔篇 回答正确 好朋友 没有 我现在就要把你删了 不是 我真着急 是什么 一生所爱 那边都说了三遍了 一生所爱 不都错了吗 说一生所爱 没有错 是大话西游错了 我以为大话西游 对一生所爱 不对 我怎么害 请听下一首 好朋友 好朋友 杨迪 凤凰鱼飞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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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什么歌 他说话 闽月转 陈凰转 陈凰转 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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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鱼飞 陈凰转 陈凰转 回答正确 陈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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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下下一首歌 姚迪 绝带双胶 我知道 腾哥 小鱼儿 什么小鱼儿 这首歌的名字 那我不知道 待会儿 待会儿 继续抢答 花花 你答刚刚她那个答案 小鱼儿又花我听 继续抢答 杨迪 快乐至上 绝带双胶 回答正确 太聪明了吧你也 我得这样打你才能对号 两个都来你 是绝带双胶 那是谁在说小鱼儿又花不去了 那是谁在说小鱼儿又花不去了 天天要我快乐至上 我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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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了啊 请听题 吴磊 吴磊 干嘛 什么 咱就抢了呢 三 哥哥的歌 二 张 一 继续抢答 你来一个 你做一个歌手 你来一个 我来一个 我自己领一个 我真的不知道 再听一下吗 花花 我偶像的歌 当年情 那个 二姐看着我 二姐看着我 三 那个电影 小马哥 张国荣跟周润发那个 小江湖 不是 继续抢答 当年情你知道是谁 不知道 不知道 花花 那个 你来说电影 那个电影叫做 哎呀那三个兄弟 三兄弟他叫什么 哎 三兄弟 哎 是不是叫什么什么 英雄 啊 啊啊 英雄粉色 呃呃 当年情 回答正确 耶 哈哈 我想不起来名字了 我们家穷 没看过任何片的呢 我感觉啊 哇 下一题请听题 我求你了 我你求我也没有用 你怎么当上歌手呢 我不看片 这首歌 是我最近欧锡丽雪 创造出来那首歌 这不就是什么呢 哪个哪个哪个 哎不是 杨迪 你说 哪个剧 夏洛特凡倒 哦 哎 夏洛特凡倒 自己的电影啊 里面的三 二 夏洛之歌 花花 夏洛特凡倒 一次就好 回答正确 哇 哈哈 一次就好 我其实没听出来 我只知道那个 夏洛特凡倒里面的主力曲 叫一次就好 腾哥是被砸晕了 哈哈哈哈 这次感谢腾哥 哈哈哈 腾哥脚垫的高望 哈哈哈 哈哈哈 最后一题 请听题 杨迪 你先沧海一声笑 笑江湖 哇 对了吗 对了 是对了吗 对了 哇 这是你 靠你 怎么一赢的时候 人人人人人 人中都茬了 哈哈哈 人中都茬了 洗的一着 铁树开花了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厉害厉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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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我们王牌先生 宗林 把这一轮 他们要抽的特权牌拿上来 斗转星移 好的 这轮花花和二姐又抽到了一张功能牌 在最后的最终验证环节 其他的队伍一定要小心了 经过激烈的游戏比拼之后呢 让我们稍事休息 一起来欣赏一段 由小彤和他的好朋友吴磊带来的惊喜表演 铁儿 你要拿人家掌公主为妾 于情于理 是否造死了 我是要让他们知难而退 别想用联姻打我们靖州的主意 好 杨婷特意乘上 贴身匕首 愿做联姻之姓母 信物我收下了 你回复杨萍吧 你竟敢让我做妾 是你 是我 你我本无恩怨 都是无可选择的可怜人罢了 人生如其 落子无悔 何谈可怜 也罢 乾坤已定 无需多业 信物还你 出手吧 何许我出手 你 我�子 都空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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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听闻你是中一个人 反过的城门 盘踞着老鼠根 缘分落地深根是我们 这就是你选择的结局 如果结局可以选择 我选择不与你相见 谢谢夏冬和乌蕾带来精彩的表演 你们俩这些演完了造型都是一样的 一个学校的表演体系主要是 你们刚才演的一看就知道一毛导演的影 人在其在 那时候一毛导演是怎么选择你们俩 优秀吧可能是 真是王牌家族待久了 我跟你讲 都学到了些什么优良品德 我都不敢说这个真的 那拍影的时候会有那种 印象特别深的场景吗 就是你们俩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场演戏就是 我在那个伞里面 然后要从那个很高的地方转下来 我就是胳膊没有什么力气 然后我就在伞里面窝成一团 一定要抱紧那个伞 然后那个伞在上面滚下来 就好危险 就如果手一旦松开的话 整个人就会随着那个伞 都一揉出去 因为它有好几条轨道 电影节的时候 后面有好多外国人看都鼓掌了 因为不是为我鼓掌 是为整个振兴鼓掌 印象最深的 其实是最后 我这个角色和小彤的角色大结局 互相厮杀的那场戏吧 非常的惨烈 战争面前两个优秀青年 被战争的洪流夺去了生命 有一个是他很受影响 就因为导演本来是 就是套过招的那个动作 然后后来导演就说觉得 就还是别想那个套 就是玩命的往下 他说你不是在套招 你的这个状态是要弄死他 所以他就很惨 就得不知道我会从哪 就是甩一个伞 小彤就是随缘伞法 他跟你说 下一条我先打这儿 我再打这儿 好的 开始 三二一 就来了 跟说的从来都不一样 就很好 对 很给人那种 就是那种一开机那种压迫感 对于生死的紧张感 和厮杀那种刺激感 一下就有了 就很带劲 大家通过刚才那个表演 和我们简单的聊天 可以感受得到 两人之间浓浓的友情 然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继续和其他几组来开展比拼 默契是简言友情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这一轮考验一下各位朋友之间的默契 拍得更远是实力 六十倍变焦黑科技 Vivo王牌时刻 一口同声 本轮规则四组朋友依次两两上台 快速回答默契问题 两人一口同声就通过 回答不同就接受喷水的情话 来得不好听 好 游戏过程当中 我们一起王牌女郎沸沸 用Vivo X30系列5G手机 来记录精彩的瞬间 先热个身 第一轮是非AGB的问题 请问 贾玲还是林志玲 林志玲 咋来得不好听 请问 变矮十厘米还是长胖二十斤 变矮十厘米 二十斤 怎么回事 变矮 变矮还是长胖二十斤 二十斤 二十斤 这些有多惨呢 来来来 请问变矮十厘米还是长胖二十斤 长胖二十斤 好 对了 我不想打长胖二十斤 我还能再胖吗 不能 你可以放飞自我吗 直接就变成一球 放飞自我 来 来 下一组 请问洗澡的时候是先洗头发还是先洗身体 先洗身体 我总觉得在等人 先洗身体 我就抿了一下 我觉得他会说身体 哪有先洗身体的 不对 洗澡的时候你不会是先去伸手去碰他的水的温吗 您是个埃及人 然后都是这么这么深的洗澡 这洗澡 他是南极先锋的鹤 来 请听题 有趣的灵魂还是好看的皮囊 有趣的灵魂 好看的皮囊 对了对了一样了 那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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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老婆还是妈妈 老婆 我都没老婆我都说了老婆 你说我多了解你 你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他想要啊对不对 他是对老婆的一种渴望 咱妈会不会生气啊 妈妈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为了节目效果 请问是洗刷刷还是被儿爽 洗刷刷 被儿 哦 洗刷刷是这个啊 好 来 请问 洗刷刷还是被儿爽 被儿爽 被儿爽 大家不说的不是洗刷刷吗 还在再来一遍 洗刷刷还是被儿爽 洗刷刷 张杰 大老师的嘴碎到什么程度啊 被儿爽 这喷的过程中还要塞一句话 没有塞 塞不住 请问 颜值还是身材 颜值 回来 回来 往哪儿躲 五喷一次啊 不是躲头 是把麦拿走 人走了把麦拿走 换麦干嘛 就是为了补水用 请问 颜值还是身材 颜值 你用麦说话 干嘛呢 这俩还不算 一个举麦一个没举麦 不行啊从来 姐这俩智商好像有点问题 不一个不一个不一个 颜值还是身材 颜值 来小彤跟吴蕾让你们看一下 不满的 来 答完题以后小彤 请问 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 我爱的人 你爱我 你那个水量真的好大 你的五官太立体了 我们都没你那么的承受力 特别挂水 特挂水 再来一遍啊 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 我爱的人 等一下等一下 错了错了 其实这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选择题 对啊 你想太多 换一个题 换一个题 还白喷了 请问 香菜还是大蒜 香菜 大蒜 继续啊 香菜还是大蒜 香菜 谁妥协了 小彤说香蒜 我说香菜 香菜 好脆了 来下一组 请问 鲜有鸡还是鲜有蛋 鲜有蛋 鲜有蛋 你已经慢了半拍了 还在那儿特别一直 鲜有蛋 我不是想跑 我以为我俩答对了 我就走了 你脸好干净啊 哈哈哈 要不要补喷一下 补喷一下 补喷一下 还得嗨啊 请问 鲜有鸡还是鲜有蛋 鲜有蛋 沈老师扁闭到那个眼睛 已经清楚了 他那个眼睛 我以后见到眼皮能 能比较这个程度 好厉害 包子 真的是包子 真的是包子 在这儿给我拽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请问 鲜有鸡还是鲜有蛋 鲜有蛋 你 哈哈哈哈 是不是这边水了 哈哈哈哈 请问鲜有鸡还是鲜有蛋 鲜 鲜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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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一组 如果你想减肥的话 你选择 跑步两小时和一天不吃饭 一天不吃饭 跑步两小时 谁会运动 来来 听你听你 跑步两小时还是一天不吃饭 跑步两小时 小老板 好好好 怎么可能一天不吃饭 为什么跑步两小时 长发还是短发 长发 终于 终于 长发还是短发 长发 长发还是短发 短 都错了 都错了 长发还是短发 短发 回答短 过了过了啊 这啥来 哈哈哈哈 请问 自拍还是街拍 街拍 请问自拍还是街拍 自拍 终于对了啊 最终男人都有不了女人啊 吴蕾的妆都没了 哈哈哈哈 来下一组 哇 又到了这一对好兄弟 接下来不再是非A及B的问题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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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之前沈腾哥在我耳边 没有麦的情况是 咱说第一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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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觉得你们差不多摸出美麦 他刚摸出门道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刚摸出门道啊 哎呀 接下来是开放式的问题 你们俩谁更抠 我 对 我 哎呀 哎呀 这么整齐的我 干嘛 你是杨迪 你是腾哥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问你们俩 谁的女粉丝多 我 后者 哈哈哈 什么叫后者 因为刚才沈腾哥跟我说 待会儿说 后者 哈哈哈 结果他不说名 哈哈哈 脑子起码转一下吧 腾哥 是他没转 别作弊了 行不行 哈哈哈 啊 你们俩谁不好笑 杨迪 可以可以 奉献精神啊 呆不下去了 哎 请问 小彤的身高是 一七二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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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打不出来 哈哈哈 你为什么知道 有零有整的 就压题了 没有这个真的 这个因为他每次都会说 见面的 大家你好我是一七二点四是吗 然后他 不是因为他老说我一米八五 然后我就说我是一米七二点四 肯定确实是一米八五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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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过了 咋连自己身高都说不对呢 呃 请问 腾哥微信的昵称是 解惑大师 腾 腾哥微信的昵称是 大洋腿 腾哥你什么时候换进大洋腿了 我那还是解惑大师啊 最近一次联系腾哥是啥时候 也是送金币是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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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小彤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啊 啊 这还想不到 我们都想到了 这还不知道吗 仙女啊 说到小彤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仙女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小嘴甜的 哈哈哈哈 请听好 用一个字形容画画 财 财 也挺 哈哈哈 太有情了 哈哈哈 亚字应该是财弥 哈哈哈 这字大再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叫财 财 请问 沈腾最大的缺点是 懒 哇 这好像是 你认识你的人都知道的 这个是写在沈恒哥的百科上面的 说出一个圆红伴郎的名字 胡哥 花花那个根字的能力很强 听到 胡哥 给他个韵母 他就能整出来我跟你说 请问 吴磊最不爱吃的是什么 不在乎 你这嘴倒腾的也挺乖 小童你至少说了四个字 小童说的是北京话 不很在乎 不在乎 对 有点北京话 不在乎 算对 接下来是对王牌家族进行赞助 王牌家族请上问答台 我们就是在这坐着看着 对 咱们观众 咱们坐着呗 那我来这个最狠的吧 真有哥哥样 哪个是最狠的 刚才跟杨迪是怎么不合 是怎么回事 好了 都是开放式的问题 但都和王牌有关 好 沈腾 沈腾 请问王牌播出时间是 每周五分 九点十分 一点毛病没有 好厉害你们 没有 这个是匹弟说不可以答错 这刚才和了好几遍 请问最喜欢的王牌环节是 传话筒 传话筒 传声筒 我本来说秦怀 我最喜欢秦怀 可能王牌最喜欢秦怀 下一题 沈腾帅还是刘德华帅 刘德华 刘德华 请问王牌家族谁画最少 小童 沈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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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说对方 再来一遍 请问王牌家族谁画最少 刘德华 这个我背了 不是 刚才我不是提示大家了 不管什么都说沈腾吗 扎心的 你看曾经 看见没有 什么叫家族的人 你看 这就是家长会做的事情 我看出来了 腾哥假睫毛都丢了 真的不是小童吗 真的不是你吗 是我吗 是你 我看话最少的是花花 因为我起码还有口播 让我在节目里 多说几句话 跟沈涛说 他话比你还少 他至少还有口播 我呢 腾哥 我看不下去了 来 怎么换位置了 实在顶不住了 我脸的都给我自漏了 最后一道题 我看谁要是喷了 下一季换羊笔 我跟你说 是吗 真的 如果是小童错了呢 也换成羊笔 对 不管是谁 你俩 你俩撞醒了 这个错了真换羊笔了 王牌家族 本季的口号是 本季的口号是 王牌家族 谁都不如 王牌家族 谁都不如 本季的口号是 王牌家族 谁都不如 谁都不如 哎呀 腾哥那个趋的 话总都不敢拿上来 腾腾 你为什么边说眼睛还边要往 边上瞄呢 这么担心被换掉吗 因为我觉得杨迪确实可以取代我 没有 这一轮王牌家族表现还是可以的 毕竟经过了两季的磨合 就智商起码涨了有六十倍 因为一直在我们Vivo的这个照顾之下 对不对 智商起码要涨六十倍 你要这么说那肯定能拿去的 是 跟大家说一下 Vivo X30系列5G手机变焦功能 这个六十倍太强大了 如果你离到演播厅外面 都可以看清腾哥已经脱妆了 这一轮被喷最少的是花花和二姐 厉害 我们请这个王牌先生李宗霖 为我们送上这一轮的特权牌 花花二姐可以选一张 谁选一个 花花花 二姐选 你运气好 那就他吧 偷天换人 另外输掉的三组搭档 接受一个微博的惩罚 节目当天在微博上 要发出一段 你们之间 让大家最意想不到的聊天记录 如果没有聊天记录 就选择发一张 你认为对方最丑的照片 好好 待会儿就去拍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王牌天台 朋友之间聚会最舒服的呢 就是把大家都邀请到家里来 放松地坐坐 吃点喝点聊点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好朋友们 请到了天台上 一起来开一个睡衣派对 顺便把最终验证这个事给解决了 来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天台上 他在走内心戏 这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朋友 六鸟的 这么好的朋友都不等我 咋成双成对的呢 因为真朋友是一起出来的 说啥呢 两位商业巨饿 巨饿是有多饿 吃多少东西 糟了您的 感觉家里姐特别有钱 好 哇 哇 为什么这么设置呢 就是想说 我等这个朋友等了很久了 我终于等到你 哎呦 帅气的朋友啊 你们俩像那个包租公和包租婆 哈哈哈哈 你看花花今天穿的像不像那个 就是北京遛鸟子的大人 怎么遛这么低啊 这是哪儿的鸟 特别轻松的环境啊 但是特别轻松的环境 还有一个不是很轻松的最终任务要完成 我们的最终验证还没有完成呢 为了考验一下好友彼此心理神会协同作战的能力 我们用一个也是朋友间经常玩的桌游来决出最终的胜负 最终验证游戏规则 由数字一到八组成三十三张牌 其中一张为炸弹牌 四人拿到牌后 先将成队的牌扔出 然后以顺时针方向 依次抽牌 凑队成功 则扔出 最终留下炸弹牌的队伍则失败 游戏过程中 可使用功能牌 柳儿姐这张好可爱 看我这张他们选的 戴玉帽就最丑的一张 那现在由腾哥开始来发牌 开始 之前呢只有花花拿到过功能牌 偷天换日厉害了我感觉 厉害死你们 弟弟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哈哈哈哈 挑一张 认选啊这么大地方 很有用的 是想把她给搁吗 要我说啊花花是真纯爷们 哈哈哈哈 简厉害啊 给架上去 我那锅盖底下白砸了 我们我们我们靠实力 哈哈哈哈 那么花花就给出了两张功能牌了 接下来请美一组 玩家将手中成队的牌 扔掉 怎么这么多脸 这 呃这是另外一对 对这是一对 对 没了 啊 呃 咱们出事合适啊 哈哈哈哈 都是好少啊 这一块 真的 都是都是好少啊 我再看看 太牛了 这一把 啊 漂亮 漂亮漂亮 嗯 咋的放在边上 对 就就就就一对 小童有两对 现在就可以算出来 两个一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剩下的一张一 在他们俩手里 啊 这样算出来的 我想听听你的分析 简单逻辑 就是看出了对 一会儿可以猜剩下的那张牌 在在哪两个人手里 不在哪个人手里 就是可以算出来的 看我四张 花花几张 六张 我五张 我六张 谁小谁开始抽啊 那你抽 抽哪张你都有 我们这牌特别满 肯定有 他们的一到六 哈哈哈哈 小童抽完以后 是花花抽小童 给 这个蹦 没有 炸弹给他了 哎呦 花花 您都那一手牌 九张啊 还那么帅干嘛呀 炸弹在那儿 小心啊 坦哥 这张是炸弹 就这样啊 他手里有个一 嗯 所以这张是一 我们不需要 这张肯定不是二 因为他俩二已经摆出去了 所以 这一张牌 你把咱们的牌都念完了 我们不需要 都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生死啊 都知道咱们是啥了 我们要一不要一的 哎呀 我我我我 我这个 我我我这 这一朵 这一朵 走 你这啥 主任主任 真是太准了 你老都请出来 分析了半天 看看他手里有多少牌 我手里有七张牌 哎呀 我 哎呀 我这算的准吧 洗一下洗一下 那我抽那个腾哥了 my brother I believe you my sister yeah which one you say 你说是那张 我就想进去 which one you say 哈哈哈 哎呀 照我对你人品的判断 哈哈哈哈 你得弄死我呀 哈哈哈哈 我要这一张 我要这一张 哈哈哈哈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哈哈哈哈 我能录刻一下吧 哎 你看看出不去 哈哈哈哈 还没凑上队 这 这么这么多牌 还没凑上队 这气太差了 哈哈 嗯 对就这张 哎 哎 是不是啊 太斜散了 其实我抽他任何一张我应该都有吧 对 我的牌太多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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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走了 耶 咱们抽 你看他前几把摆牌的顺序啊 他把最危险的摆在这儿 但这这把呢 他手里想不想要的 其实也没关系 对呀 真是半天 哪张都不太想要 你不想要 我想要 我想要 这把想让我送你 还是想不让我送你 玩心里是吧 玩的是信任 就觉得这张牌不是炸弹 就抽这张 对吗 就抽这张 我相信你哥 哈哈 我相信你哥哥 我相信你哥哥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果然呐 这样还是老的辣呀 哎呀 没事 没事 我还有一妹妹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以不变应万变 我也不知道在哪 哈哈 背面都不让人看 来 开 哎呀 怎么把我 卡丹 随便抽 哎呦 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来 来 有了 有了 行了 哎 关小红 哎 就欺负妹妹 来吧 哈哈哈哈 我看看啊 来 让那 哪个 我抽这个 等会儿 最左边呢 最左边 不是这个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音乐 哎呀 又卡丹 来 我觉得他那有 肯定有 相信我吗 那张肯定不是 我把这个给你抽走 小童那块应该有二有五 他抽过来的不是二就是五 所以你要二五是吗 你又把咱们的抱了一遍 哎呦 咱们又不用二和 咱们哪有二和五啊 就这张了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二跟五怎么能抽一四呢 哎呀 真的是啊 几张牌啊 您 三张 我知道你用啥 哎呦 你别装 你别装 我用啥 这张你拿走 就这张了 还真 真用这张 哪有 哈哈哈哈 来吧 哪张 不 我也不给你们看 就一二三四选哪张 这张这么算 这咋的 我也不知道哪张 一 甩开 来 甩开 开 开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终于 哦 我的最最最最 哈哈哈哈 天呐 这都抽走了 从这一路过去啊 你又回来了待会儿 太危险了 别抽回去了 花花 耍了呀 三 有三 哦 走了走了 哎呦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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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可以用那个招了呀 因为这点都可以回来了 这玩意是有炸弹的没招 你们不用点道具吗 我们怎么抽花花都走 小 小 转 星移 都转星移功能 四人根据顺时针 扩逆时针方向进行换牌 我这把抖 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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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我 抖转星移 跟你抽了腾哥 还是跟你抽 炸弹子 我刚才我不抖转星移 我抽他就赢了呀 他也有抖转星移 不是 你现在再又回来抖转星移 我这张牌就又到你那 我那牌又回来了 你就走了 我再抽你你就走了 这是绝招 爹还要转 抖转星移 要转回去了 我再转回来 哎呀呀呀呀呀 腾哥抽我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你要是赚不到我 我就赢了 不是 他赢了无所谓 咱们不是做一个就行 但是我这个人心胸狭隘 最见不得别人先走 那么你要启用的是 难道说 就是你曾经给我的这个 外人病太差了 你偷天换日都是偷来的 偷天换日都是有个适合 给我的 哪里不能让你走 偷天换日功能 发起技能的玩家 通过旋转轮盘 与指定玩家换牌 先上轮盘 开运气了 箭头对着你了 你什么时候打 这走 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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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桃红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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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吧 换花花的牌 李儿姐 我是一个卑鄙的人 我用病给我的童年婚姻 我这也怎么这样 炸弹在谁呢 孙孙 在我这里 咱们闹了吗 后来我去炸弹在我这里 到谁了 抽他一张 你都出什么事这是 他一张二 一张五应该是 或者一张二 一张七 这个好一点 好一点 我看一眼是不是 不是 这是 如果我们从你今天抽到二 我们这张二走出去 我们只剩一个炸弹 我们是不是就输了 这样别人是别人 你抽我的牌 这下可以让你拆牌了 这下可以让你拆牌了 又没一张 对了 厉害 厉害 哇 你剩一张了 我不光剩一张 我剩的还就是那张牌 我的妈呀 这太有戏剧性了吧 这把 想不到 我从这一局最大的胜者 一下变成了 最危险的人 我们王牌家族 今天 就此决裂吧 彭哥 彭哥 哥就要张七 这张就是七 我觉得他说的是就是 是 七 看到没 走了 现在就该贾莲姐抽花花 圆圆相报何时了 二选一 看你抽中炸弹 还是抽中你要的牌 花花 不管结果如何 我错了 我不原谅你 这张就是你要的 上面那张是我要的牌 是吧 我相信你 因为我这么对你 你肯定也会这么对我 就是下面那张 你懒呀 下面那张 你还不信我刘姐 我都说了上面那张是你要的 你的人生救不回来了 我又原谅了你一次 我人病太差了 你人病太差 好 这一期 不是这一期 你人病是真的差 小张 你还要不要我 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好嘞 不是 他还有一张 咱们还有一次机会 有可能我们抽成一对就走了 这个时候你又可以卑鄙起来 卑鄙的我又回来了 来吧 来吧 你说我们要不要相信他一次 相信 右手是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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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是吗 对 我们要不要信他 信 你说我们要不要相信他一次 相信 右手是炸弹 右手是炸弹 来吧 先账 人还不会成长吗 人还不会成长吗 成长吗 成长吗 还敢再骗我 我还会再被你骗吗 还找不到 大大卫 你还会要我吗 饿有饿炮 我们已经炸了 火花 你喝水吗 火花 火花 喝口水 这时候再赔礼道歉 是不是有点为时太晚了呀 贾玲 最后炸弹在你手里 所以你和大老师呢 要接受一个额外的惩罚 之前不是有公布你们之间 最不为人所知的一段 聊天的记录吗 然后现在还要额外地 报一张你们手机里存的 对方最吓人的照片 好嘞 假的怎么拍都很美 刚才玩的过夜 你看我吃的喝的都给你们备下了 好香啊 今天还有硬菜 炊烟小炒黄牛肉 这个我在长沙吃过特别好吃 好像有二十多年了 快 花花 吃一个 不错 在长沙超级红 每天门口排长队 而且很多明星都会店里去打卡吃 我好不容易给你们找来的炊烟小炒黄牛肉 口感怎么样 花花 好吃 好吃 非常好吃 好吃的 好吃的 不错 下次去长沙都去打个卡啊 刚才那局啊 队友之间好像合作配合的还挺好 但是王牌家族的每个成员别忘了 今天你们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 都是带着你们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沈腾哥的吗 完全不熟不知道 我了解腾哥也只能在网上 和所有的网友是一样的 但是那一段确实是腾哥 自己很想抹去的一段记忆 因为他如果看了那段视频以后 他现在还吃得下午就佩服他 什么视频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杨迪带来的视频啊 累了我的公主 加小龙 你快吃吧 来 来 来 只有点水啊 一 这个味儿挺鲜亮的 一 太噜气了 挺鲜亮的 不是 我没明白怎么吃着了 有马 有马吗 不是 我工程完了之后 他拿马粪往底下 像石头似的那种 完了之后我正好说冲牙 来 来两块子 但是沈德哥真的还让我挺意外的事 因为平时本来工作交集没那么多 他之前那个西红柿首付 首映的时候还给我发邀请函了 对 也没去 那肯定有呢 当时是没去的人 但是我还写了 我说 谢谢沈德哥邀请我 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法来什么 他最后还给我发了握手的表情 你看 就这么点聊天 我那次也是想卖给你 卖票是吧 卖票 我们应该还有吧 应该 我们一起说过人坏话吧 让人听见了 对 这故事还行 接下来看一看大老师带来的 这个贾琳的秘密 我这个秘密呢 就是他爸爸知道是为什么的 因为贾琳跟别的女孩的秋裤不一样 贾琳的秋裤有很多的兜 为什么她有很多的兜 因为她是卖兜 不是 她不是卖兜的 因为她之前她爸爸怕她那个去北京坐火车上 带着那个学费那个钱 被不小心偷了或者丢了 然后呢 她爸爸就给她缝了一圈的兜 带她秋裤上 希望她能够求学路上很成功 钱都完全不会丢 还押韵呢 对 贾琳其实现在看上去 特别特别的那个开心什么的 之前她特别的来这儿还是挺辛苦的 对不对 大家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贾琳 因为贾琳特别不喜欢在任何地方展示她的努力 例如贾琳那个电影 之前沈老师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跟贾琳说 我说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去 也像沈老师他们一样 她其实对自己工作量 还有工作的那个含金度啊 特别的在乎 珍惜自己的羽毛 对 我来的时候她就说 她说听说你那电影拍成了 她说真没想到 那时候以为你跟我在那儿活儿八道呢 她说那个 我给你写首歌 我说如果你写完以后我不用 你会不会生气 到时候我现在就生气了 她说我这辈子第一次 跟人说要给人写写首歌 我首先贾琳第一个词 勇敢 我很少见着一个女孩 真的很勇敢 同感 就是好多人都会说喜剧人 眼泪往肚子里咽 什么那个平时留给大家 都是欢乐 那不然要怎么样呢 因为这变成他们惯性 你们明白吗 尤其就像贾琳 她并没有想咽 这些苦 或者是说那些艰难 是觉得这些事情 就发生了是应该的 因为最终我要换来的 是那些痛苦 才能够激出来 更加狠的欢乐 我觉得所有喜剧 就很厉害的人 都是别人觉得 这些不能开玩笑 但是他们居然能拿 这个事开完玩笑 这个玩笑开完之后 还让你觉得 既好笑 还让你觉得 还有点什么 这就是他们 平时很厉害的地方 我们沈老师 那春晚上那作品 谁敢那么演 我这已经好多年 没人敢批判过谁了 太厉害了 但是沈老师你说 他心里 他不知道这事 不能去做嘛 但是他觉得 我为了我要表达 我的那个感觉 我就要去干这件事 谢谢 对于我来说 我看他们喜剧 除了笑之外 我觉得他们是勇气 贾琳很多时候 当然他长得就喜像 所有人都喜欢他 但是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他明知道 这一枪出去吧 也许也扎不好 也许也扎不对地方 但是他们特别勇敢 而且女孩 敢在台上 哈哈这么笑的 就少 所以观众喜爱她吗 对就是 贾琳起码 她是一个能放声大笑的女人 在公众面前 这就已经很棒了 我希望这个笑声 你能够越笑越自信 好吧 就这样 你们俩能成为朋友 我觉得真的是 对快乐有一个共同的理解 但我俩其实都比较内敛 我俩都通过他媳妇联系 哎呀 那你俩关系是真不错呀 哈哈哈哈 那个家 连人在有什么事 连有家大张伟跟我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之前二姐说 今天要告诉我们花花心里的 那个女孩 哎 是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里面 那个女孩到底是谁 哦 我今天抱一个花花的料 其实她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女孩 长相甜美 孝顺 长发 愚人性高 喜欢 哎 真的 就是她的择偶标准 这个我是知道的 哎 那我问一下 喜欢你不等于渐渐喜欢我吗 哈哈哈哈 哎 我好多人说我胖了以后特像你 嗯 我瘦了以后可不一定能像你 哈哈哈哈 抱歉 这个情可不见得能还回去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哈哈哈哈 今天二姐来感觉花花的 也是非常开心的那种状态 和二姐特别的亲密 你 花花现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舅舅对吧 对舅舅 听说给孩子写过一首歌 嗯 写给未来的孩子 我还唱唱给过二姐当时 接下来这首歌呢 送给 场内的 你们的好朋友 就是我的二姐 江青亦 她做写给未来的孩子送给 二姐其实对我来说 更像是我的亲人 我把二姐当家人一样看 哎呦 哎呦喂 我真的非常 就是喜欢二姐和姐夫两个人 包括国外上 我喜欢二姐一家人 我喜欢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个状态 她喜欢那个氛围 对 我很喜欢那个氛围 我就希望她全家人都是 一直都平平安安的 所以就是 我不开心是一定不会告诉二姐的 报喜不报忧 对 哦 所以我每次其实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可能会打电话给二姐 但我不会说 心情不好 我不开心 哎 二姐你们今天在家吗 我说我能不能来你们家吃饭 这样的 二姐就会 哎呀 来呀 啊 你想吃什么呀花 我给你姐夫怎么样给你弄啊 然后我说啊 火锅 行 没问题 一个电话啪 就开始找人去很远的地方 买那个火锅回来 就是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其实你有时候会 就打电话给我们都异常地说 二姐 我这都有事 对对对 挂了电话 然后老袁就会说 说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不太不太开心啊 其实她底下有一种情绪 就像有的时候 有的人不善于说我不开心 但是她有时候会 突然一下跟一个人 一个拥抱 或者是一个特别亲密的动作 你会觉得 她是不是有什么 就是心里有什么感受 她要站着上我家 我也会说 她是一个不是很能打开自己的一个人 但是她又是一个心肠特别软的小孩 就比如说她知道我那时候生完孩子 母乳特别累嘛 然后有个两三个星期都没给我们俩打电话 我们就给她打一个电话 她就说 而且你怎么样 你这喂孩子你累吗 是每天都没叫睡啊什么这个那个的 然后然后我说 没事啊 我说你要饿了你就过来 或者是我们过去看你 她就说 我想吃大闸蟹 对 然后我们俩就拎着那个大闸蟹去她家临走的时候 我还问她 我说你们家有醋有姜吗 她说应该有吧 就你一听就是很久没好好吃饭了 我们揣了一瓶醋 然后我还塞了一块姜在兜里 我们就骑着自行车 因为我们两家骑车七分钟特别近 进去她特开心 哎呀你们来了什么的 你看我新买了一个什么沙发特舒服 其实那沙发只能坐一个人 我买了一个沙发特舒服 你这俩凳子还是这俩凳子 她家就全是那种很硬的风格 就唯一一个特别软的 还只能坐一个人 她说二姐你坐吧 然后她说我跟你说 我最近新写了两首歌什么的特别好听 然后你们是第一个听众什么的 就听完之后 就里边那个歌词就是什么 什么曾经想要离开 好想要这个世界 我老公就把那个身子从那边 就这样挪过来了 就这样戳我 就说 我这总是啥意思 就觉得她那个歌词 不大对劲感觉 但是她依然是那种 我给你说我怎么怎么写 我当时怎么怎么着 然后突然她就沉默了 老袁就说 花花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不开心啊 然后她就 她就当时她就跟我说 她说她说 她说二姐我曾经有一天 就一个人站在他们家那个 就那个阳台上 她说我想往下跳 哇塞 当时我都吓死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看着她 我说花花你有什么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 你说你怎么了 她说呢 她说嗨 她说你们俩刚刚有了孩子 然后又在享受人生的新阶段 那么幸福 你又自己背孩子每天都很辛苦 我不想跟你说这些事 当时就觉得特别 特别心疼这个小孩 然后我再看她那房子 就真的太硬了 她那房间里面 就唯一一个沙巴软软的 就只能做一个人 我觉得她一个人太长时间了 我一听她那首歌 我就特别难受 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她也不愿意跟我说太多 我也不想去问 因为有时候你问一个人 他跟你说什么 可能就是再撕一次自己伤疤吧 对 各种事情都有吧 我觉得 对 但我觉得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就是 这创作肯定对于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 就是希望 你将来很多创作的灵感是 在平静又喜悦当中出现的 就不要有那么多的那种大的波澜 然后我们一家人 反正永远都是 你的底线 好不好 这太删了吧 不删不删 我好感动 真的不删 行的我有点嫉妒呢 好像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特别的 在伪装着自己吗 你们老家跟人哈哈哈哈 你们那个氛围可能说不出那种话 可能花花刚一低头 我们俩你干嘛呢 干嘛呢 花花往往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是触景生情 她一看那家子太幸福了 她一看你俩还不如她呢 但是我认为一点 就是说大家也不要老劝 当然如果华真宇 就是比如说她真有一些 很不好的想法 那是要制止的 但是我觉得她的独特 就是因为她跟别人想的不一样 因为痛苦 不安才能出艺术 但是如果像二姐说的 有一天你站在羊排上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给我们在场的 除了羊笛以外 所有的人都打电话 以后除了一辆衣服 我相信她也不会再走上那凉台了 当后来她上了这个节目之后 好几次问她 我说你在这节目里开心吗 她说特别开心 所以我觉得她现在一点不担心 她现在能说一些心里话吗 是因为在王牌训练的是吗 练的 真的是因为王牌吗 真的王牌其实对我就是真的 影响很大了 影响非常大 变得也不怎么正经了 对 群坏了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整个人会放开了很多很多 就是你不觉得我在王牌讲话的声音 如果你对比一下我上一季第一期来的时候 到今天咱们这一期 我俩最后在那里争吵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的讲话的音量 那真的是 希望大家就是我们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 花花不管结果如何我错了 人还不会成长吗 人还不会成长吗 成长吗 反正我觉得花花她会变得有点开心 当然很好 但是她的思考跟她的想法应该永远都是花花那个样 她的最迷人 小彤 你想不想看一下吴蕾给你带来的那个爆料是什么 我们先看看吴蕾说了她 小彤其实特别的胆小 因为从小在横店拍戏嘛 就会看到她经常会因为一些特别小的一些动静啊 会一些小虫子啊 吓得就整个人蹦起来这样子 好黑啊 我的天哪 好可爱啊 小时候高 那位吴蕾比我矮 小彤从小就是最最高的小朋友 今天也在跟小彤聊 就是说其实我俩小时候是真的没有拍过戏 但之前就认识是因为两人都是小演员嘛 脚脚脚 脚脚脚 我不敢这么讲好吧 就是都知道童星里面有一个关小彤特别厉害 对对对对 特别特别优秀 就是我到现在我的朋友很多 还是我什么初中同学呀 包括小学同学还在联系 我是那种会有就是社交有恐惧的 就不是说不代表说我内向这件事 可能我只有在真正有安全感 特别熟悉的人面前 才会是特别活泼的 不然的话就是完全就属于那种就躲 可能也是就是胆小很怂 刚开始来王牌也是 我也很害怕因为要见到李儿姐腾哥和华盛宇哥哥三个人都不认识 所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害怕 我们也害怕你 所以就是作为我来说其实交朋友好难 而且交到真正的朋友也很不容易变的 就可能我这个岁数就是跟朋友一块出去 哇嗨呀什么这个那个去交朋友 但是很多就是限制了你这些行动 因为毕竟是在这个这个行业之内 所以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不容易 包括连活动之交我今天都请来了就挺不容易的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太不容易了 说请我来的时候就说哎呀 小童说要王牌游戏做一个好朋友主题 说我没朋友 说我不来他就没有朋友了 我说啊 吴磊也很惊讶 我是小童的好朋友 还能有杨迪惊讶啊 早说嘛我也可以演你的朋友 都行 我也想顺着就问问吴磊 你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因为你和小童的成长轨迹其实比较类似啊 就是常常在剧组的人都知道 就是大家在剧组的时候都会工作特别好 但始终会因为环境的变换 然后就人就渐渐地就疏远了 对 所以说友情这东西需要去维持 哪怕是你觉得再好再铁的人 你觉得一个月不联系可以 两个月不联系不可以 也许一年不联系 可能这感情就真淡了 但是我觉得我和小童 我俩其实真不联系 但是偶尔会在活动上碰到面 我记得有一次小童见到我 就跟我说什么 别在意那些其他的事 然后叫我做自己啊之类的 但是他其实比我经历了更多这些 然后他在那个情况下 反而能来安慰我 就知道说什么都没关系 就是可以无条件信任对方的 这种安全感是不会随着时间推 而磨灭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是很难去寻找的 你知道刚才 其实我其实挺心疼小童的 因为小童跟我说 他其实在这个里面没有特别多好朋友 可能因为他一直演女儿 这个需要时间成本 你二岁以后再交的朋友 你真的是得花时间去了解 你不了解的话怎么就上来就处啊 对 我们很多最好的朋友 其实都是从初中什么 也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我现在接触的朋友 还都是十几二年前 三十年前的朋友 现在好难信任 直接可以说对吧 是朋友 对 互相说不过事行 这么见面就打个招呼 那之后其实你真的 你也不敢交心 你也不敢干啥 我对谁我都敞开心扉的 但我毕竟吃了太多的亏 朋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朋友那我觉得意味着一切 就现在我仍然觉得 我朋友还是不少 但是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少的 跟各位去走动了 以至于朋友也不会主动 给你打电话 因为有的你已经 你已经红了嘛 人家还是这个 或者以前是演员 甚至连演员都不做了 有的时候他就会有负担 一是我可以 你不回我 二是我会不会打脚 太麻烦你 麻烦你 你碍于你的面子 完了还得来理我来 对 所以说在某一个阶段 对朋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真但是时间的沉淀 最后其实真的还能沉淀 这个数 我就觉得你的人生是一个大赢家了 对的 真正的朋友 能把自己的很多情绪都交付给对方的 那个是特别难的 这情绪两个字用的特别对 就尤其我来讲 我一辈子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我 哪天有什么苦 有什么什么 我从来不会说 但是你要知道情绪这个东西会传递出来 我真跟我好朋友说 就跟花花找二姐似的 我不用说什么 就是我的情绪你是能读到的 对 有的时候多年至江一种朋友事 你感觉有一堆话想跟他说 你见着他的时候 你感觉什么都不用说了 然后你就感觉这些事 然后你就渴去过去了都已经 是是 对就是有一种 是是 他好像就跟你 对对对 有情真的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之一 当我们回首自己走过一辈子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每个人可以说 我有五个贴心致富的好朋友 那我们真的就 珍惜吧 有了人生最大的收获了 真的是 来敬有情敬有情 Chass 来 我们也用这个Vivo X30系列5G手机 来记录一下我们最宝贵情感的时刻吧 友谊万对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小朋友 你时装有很多问号 为什么 别人在那看漫画 我却在学画画 对着钢琴说话 别人在玩游戏 我却背着ABC 小朋友 你时装有很多问号 为什么 别人在那看漫画 我却在学画画 对着钢琴说话 别人在玩游戏 我却背着ABC 小朋友 小朋友 你时装有很多问号 为什么 别人在那看漫画 我却在学画画 对着钢琴说话 别人在玩游戏 我却考在墙壁 被我的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 但却得到 你的舅舅录音机 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 长大后你就会开始 懂了这条话 唱卡后我开始明白 为什么我跑比别人快 飞得比别人高 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 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 妈妈的幸福不让你看见 温暖的幸福在她心里面 有空中的躲过她手 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不停那么大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美丽的白发 美丽的白发 让她只能保护她 保护她 保护她 飞得完美丽的祝感 看见 真啊 我把水飞出了这迷雾 而且再多艰辛的飞出 老老 如果你不知道 你弹琴什么样的时候 你就好好看看我啊 我许文强出来会 你少打的啊 仅所发誓惩罚 常好玩互动不容错过 很难得 具体了 体系性格 那么能容洽的四个人 这一点特别让我感动 我是觉得这个爱 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康哥跟德姐 是什么都会照顾我们的 站在你边后 去庭里去 包容你 给我很幸运能遇到他们 谁都不如 王牌家族 我 你飞起 3D O-E 3D 我买的我 My 3D O-E 3D 梦就是我 版华 像我陷阱 能否早起 我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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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